各位好我是大叔 歡迎各位收看MuseDash的遊戲介紹還有感想影片 這款遊戲在去年6月的時候有消息說準備要登入死定題材上 結果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上市 那那個時候我記得剛好他們好像發生類似一個 整個遊戲條款的問題 我記得要跟那個歐洲還是美國那邊吵翻天 那我不知道這款遊戲是不是也跟著受到波及 那直到今年總算是直到今年6月總算是順利的上市 還真是歷經萬險 那這遊戲我從去年6月就開始關注了 有些是因為它是個音樂節奏的遊戲 那我個人對音樂類的節奏遊戲還蠻喜歡的 但是太難的又沒辦法 那這個遊戲的玩法大概跟泰國雜人很相似 那差別在於它有三隻角色 每隻角色都有特殊的能力還有血量的部分 那就算我記得我 我記得我玩到說我不想打敵的時候 可以利用跳躲避的敵人方式來增加進度 但是分數會很難看就是了 那遊戲的本體售價目前不到100 那而且還蠻便宜的 不過它的DLC包還算有點貴 那如果你問我說要不要買我只能說一半一半 那遊戲裡的預設的歌曲不包含DLC 大概有40首左右 那DLC包有很多種類 那每一個種類大概有6首左右 那歌曲的難度從簡單到 並和玩家的難度都有 那就看自己喜歡哪一種難度 那遊戲中的角色有三位 每位角色他們的個性都還蠻不錯的 那下景的歌曲就是我感覺 我感覺像是一個太麗的陽光大姐 那布洛他的歌曲就是活潑 就完吉 然後活潑玩吉的妹妹 那瑪麗家目前我玩很難看 但是就我的感覺 他算是一個溫柔大姐 也許 那這遊戲最讓我感到瑪麗的地方是說 那他們三個角色有不同的裝扮 因為這家很多遊戲有不同的內容設計 那不同的裝扮呢 他們放出來的BGM曲子 確實也帶出了 給人的感覺 那遊戲中的曲子也都還不錯 我個人蠻喜歡的曲子應該是 流星車禍這首曲 那時候當初自新繞售 我一度以為是不是 重溫是第一 那我還正式以為 他是把哪一首曲子把它翻上去 結果好像去查一下 還要翻臉第五次 如果說不是的話 那他們的歌曲創作能力 確實還蠻厲害的 那再來是遊玩的體驗 遊玩體驗我目前感覺來說 還算不錯 靠掉一些 真實來到靠邊的角度 那一般的遊玩體驗 算是還算不錯 也很適合想要接觸 對於那些節奏 不得好 對於那些節奏不得好的 就算是想要玩一般難度的體驗 也應該還算是不錯 那要說遊戲有什麼 讓我想吐槽的地方 大概就是攻擊的方式 像瑪莉加 她預設了一張 是關於高跟鞋 她新遊戲竟然開始跑步了 那跑步我是覺得說 算了 可是你想想看嗎 我喜歡的高跟鞋 然後看到她用腳去攻擊機 那個 就怎麼說了一個 我感覺腿真的有夠猛 可是你那腿那麼猛的情況下 你能夠的設計 卻是把人家腿設計成天氣 這是讓我覺得蠻複雜到不行 因為照理來說 你如果腿力很好的話 照理來說 腿應該總的會現在可以放幾樣過 甚至筆量不能還可以 但是 但是這樣設計 我覺得有點 很好笑 那遊戲每升一等的時候 它會給你兩個收集物品 那收集物品 基本上是解鎖 解鎖那個CG圖 還有那個特徒 還有一些其他裝扮的那個 其他裝扮的那個收集品 那目前收集的感想 還算多容易 而且CG圖 而且它的給CG圖 還算蠻不錯的 那DLC包的部分 為了我記得在官網上面看到說 未來新增的歌曲 有購買的話 它是可以 它是會免費新增 而且 目前遊戲的歌曲 我個人感覺不多啦 但是我個人還 而且還算是 我個人還算是期待說 未來新增歌曲的部分 那遊戲本體 就是遊戲的 遊戲本體 我是覺得很推進 不過DLC 我是認為是 就看個人喜不喜歡 畢竟售價720 真的不便宜 那有趣的是 我當初安裝DLC的時候 防毒軟體是給我擋住的 我真不知道是哪邊 到底是防毒軟體想太多 還是說是怎麼樣的 那另外這個遊戲 遊戲介紹的感想就介紹到這裡了 我是大叔 那就下一次再見